好,那我們上一支影片講到說 如何把所有其他物體的軌跡都計算出來 並且把它顯示在rv上面 好,那最後我有留一個問題給大家 就是我們上一支影片就把所有其他物體的軌跡都畫出來 但是卻把自己的軌跡消掉了 那如果想要顯示自己的軌跡的話要怎麼做 那今天就來解答這個問題 好,那我們回到這個程式裡面來 那我們在這個顯示軌跡的時候 我們創造了一個變數叫centers 就是這裡存了每一個物體 它當前這一針所偵測到的這個物體的中心 我們可以看到說這裡的centers 它是對於所有的其他物體 它都存到這個centers裡面 但是我們就並沒有存自己本身的中心 所以當然也就不會被顯示出來 那於是要顯示自己的話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我們直接在這個centers的地方 把自己也當作一個其他物體 就把它當作是一個偵測到的物體 然後把它加到這個centers裡面來 好,那加的方法就是centers 然後括號 因為我們這邊要避免說自己跟其他的車子或其他物體 它的id有重複呢 所以我就給它一個負值 負1,比如說負1 這樣子的話就可以確保說 它不會跟其他的物體有所重複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這個centers呢 要加入說每一個物體 它每一針的當前的中心 那我們知道 我們自己這台車呢 不管是在哪一針 它的中心永遠是在00 所以我就把這個centers的這個中心呢 設成00這個坐標就可以了 那這樣子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顯示出我們自己本身這台車的軌跡 就把自己當作是一個其他物體來看待 這樣子的意思 好,那我們重新執行之後呢 就可以看到說 我們現在已經把自己的軌跡呢 也算出來 然後顯示出來了 好,那這邊我還有做一個小小修正 就是 我把之前的紅線改成黃線 那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改這個marker.color就可以了 好 那今天的講解 這個軌跡的部分 到此告一段落 那在上 之前的影片呢 有一位網友問我說 我現在呢想要計算 如果我想要計算我自己這台車 跟所有其他物體之間的距離的話 那我要怎麼做 那我現在呢就是要來講解一下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看似簡單 但其實有很多需要考慮的東西 好,比如說我們自己的這台車 黑色的 那它在這個地方 那現在 假設說我現在 有一台車呢 它在我的正前方 這個藍色的車 那我想要計算與它之間的最短距離 那要怎麼做呢 那一個很簡單的方法就是 比如說我計算說我自己這台車的這個中心點 跟它這台車的中心點 然後把它連起來 連起來之後呢 我再扣掉說我這個中心點到前方的距離 我把這個扣掉 並且我會把這個扣掉 扣完之後呢 得到的距離就是我們兩台車之間的距離 這樣看起來很簡單 而且沒有錯嘛對不對 但是我們要考慮說 比如說 其他狀況 現在這個車不是在我們前面 而是在我們旁邊 那這樣怎麼辦呢 那當然也會說 我們一樣啊 計算這個中心點到中心點的距離 然後把這個 它旁邊這個扣掉就可以了 但是這個的話呢 你就要知道說 它這台車現在到底是在你前面還是在你旁邊 這樣子 那又會有更複雜的情況 就是說 今天這台車它是一個歪歪的情況 這當然是也有可能發生的嘛 就是它今天在這裡 那如果你一樣按照說 同樣的想法 你把中心點連起來的話 那這時候你就會發現說 你不知道要扣掉什麼東西 這距離是多少你不知道 這個距離是多少你也不知道 那你就沒有辦法說 計算出正確的這一點到這一點的這個最短距離 這樣子 那當然說 如果你只是要一個大概的顧慮的話 你就可以用這個中心點 然後扣掉什麼東西 來計算出大概的距離這樣子 但是呢 這並不是一個就是非常精確的方法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就先以這個數學的角度來探討說 如何正確計算兩個物體之間它最短的距離 那我們今天先不寫成 是先以數學的方式來探討 好 那首先呢 為了簡化問題 就是把問題畫成這個長方形之間的這個計算 我們就只考慮這個物體從 從上往下看的這個 我們就只考慮物體的這個 從上往下看的這個長方形 就是現在每個物體都不再是一個立體 而只是一個長方形了 就變成我們這邊考慮的一個問題 這樣子 那其次呢 我們先把最簡單的幾種情況排除 就是我們去除掉說 比如說兩個物體它彼此之間有重合 那這個在車子 基本上不太可能啦 但是如果說你要計算人與人之間的距離 那有可能他們 比如說兩個人在牽手 那這時候他們的3D的這個偵測 就有可能重合 那如果3D偵測重合的話 那這個距離當然就是0 所以我們就不考慮這種情況 我們就不考慮 重合的時候要怎麼計算它之間的距離 我們就考慮說兩個物體如果不重合的話 要怎麼計算 好 那我把這個問題畫在這邊 就是現在假設我們有兩個物體 兩個長方形 兩個長方形 它們之間可能是就是各自都是歪的 不像說這邊我還假設它是整 可能它們兩個物體都是歪歪的這樣子 那問題就是說我們要找到這兩個 就是這兩個物體之間呢最短的距離 好 那在數學上的話呢 我們先考慮這兩個集合它的這個特性 我們現在集合是考慮說它這個長方形之間所有的點 中間所有的點這樣子 我們要計算它們最短距離 那因為這兩個長方形它所構成的集合 是一個我們叫做compact compact 它們有這樣子的性質 叫做緊緻 中文叫做緊緻性 所以我們可以確定說 這個一定存在兩個點 一個點屬於第一個長方形 一個點屬於第二個長方形 使得它們兩個之間的距離呢 會是這個最短距離 會是一個minimum 而不是我們一般只能取到的這個infinimum 兩個差別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一個叫做minimum 就是最短距離 一個叫做下界infinimum 我們拼錯 查一下 infinimum 是i 這邊我寫錯 這是i才對 好 大家可以查一下這兩個距離 不過我們可以知道說 這個一定存在兩個點 使得它們的距離是最小的 minimum 好 那第二個特性是說 我們這個緊緻呢 其實它在有限空間就是 兩個性質的一個統合 第一個性質是叫做bounded 就是它是有界的 就是只存在於某一個範圍裡面 不會到無限大的那個空間去 第二個性質是closed 就是密閉的 就是這邊所有的點呢 我們都可以取到這個邊界上面 這樣子 好 那有這兩個性質之後 我們來觀察一下 今天這個 假設我們今天有兩個點 它要取到這個最小的距離 那它有沒有可能是其中一個點在這 其中一個點在這呢 會有沒有可能是這樣子的話是最小的距離 當然是不可能的 為什麼 如果呢 我們現在 如果只考慮這個 第一個 長方形的話 我們 如果這個 最短的距離是 在這個點取到的話 那 其實上是不可能的 因為這個點不可能在這個長方形的 這個內側 它一定是存在於這個邊界上面 為什麼 如果 如果這個點是它是存在於內側的話 那我們 如果它是存在於這個長方形的內側 比如說長方形是這樣子 它如果是存在於內側的話呢 那我們可以找到一個小小的球 在這個點的中心 以這個點為中心 可以畫一個小小的球 那這個小小的球呢 會完全的屬於這R1 我們如果以一個數學的這個 記號來說的話 如果這個點叫做S 那我們可以取到一個球 它的半徑是ε 會完全包含於這個R1裡面 那這時候呢 我們再考慮第二個點 它可能是在 比如說在這 它叫T好了 它在T這個地方 那 因為我們有這個球 它完全包含於R1 那如果 這時候我們再連S坑T 我們的假設是說 這兩個點是最短距離 但這樣子的話 就違反了我們這個 最短距離的定義 因為我們可以 在這個地方 再找到一個點 這個點 OK 這個點我把它叫做 比如說 S'好了 這個點 S'呢 它也是屬於R1 但是呢 它這個距離 S'到T的距離 會 Strictly 就是嚴格的小於這個 S到T的距離 因為它 比T的距離 比S到T的距離還要近 那這樣就違反了我們這個 最短距離的假設 所以呢 實際上 能取到最短距離的兩個點 我們以同理可證說 這個T一樣會存在於這個邊界上 所以呢 取到最短距離的兩個點呢 它們一定都處於這個邊界上 OK 這是我們得到的第一個結論 它們一定處於這個邊界上 這兩個點 好 那在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探討說 這兩個點 有沒有可能是在 只是在這個邊上 而不在頂點上 那我們 現在要證明的就是說 這兩個點呢 其中呢 一定有一個點呢 是存在於 某一個長方形的頂點上 它不會說兩個點都在邊上 一定是有一個會在這個頂點上 那這個的話呢 我再開一個新的 好 那我們上面得到的結論是說 兩個點呢 一定會存在於這個邊界上 這是我們的第一個結論 好 那既然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就取說 這兩個最小 取到最小距離的這兩個點 它們所存在的這個邊 邊1號跟邊2號 我們把它取出來看看 假設我們的邊1號跟邊2號 然後是長這個樣子 那我們說 第一個點存在於這條邊上 第二個點存在於這條邊上 那大家可以想想看說 這兩個條線 線段 它們之間最短距離會在哪裡 答案是 一定 比如說我們只考慮這個線段的話 這個線段上 它每一個點到這條線段 它最短距離會怎麼去 比如說這個點 到這條線段 它最短距離就是垂直的嘛 就是垂直距離 所以最短距離就是這樣子 一直取 然後我們要取這當中最短的 所以呢 它一定會是在這個 其中一條邊的這個點上 當然我們這邊是假設 這個邊比這個 這個邊短 那如果相反的話 一樣可以知道說 這個最短距離 會在其中一個邊 的這個點上 那 假設說 它今天這條邊呢 比如說再往上一點 它可能是長這個樣子 那這最短距離的話呢 就會是 就是 我們現在要求這個嘛 所以的話呢 它是 會變成說 我們現在反過來看 反過來看 我們要求 我們就把這條邊呢 延長 延長 然後取這個 到這條邊的最短距離 這樣子 所以最短距離呢 就一定會是 這其中當中的最短 所以一定會是 這一個點呢 跟這一個點 那一樣可以得證說 其中一個點呢 在其中一個正方 呃 長方形的頂點上 那如果 今天呢 兩個線段呢 它是 就是垂直之間都沒有相交的話呢 那這時候很明顯 最短距離 就是這一個點 跟這一個點 它們之間的最短距離 所以一樣可以得證是說 它其中一個頂點 必定會在其中一個長方形邊上 那這樣我們就 得證了一個 呃 很關鍵的消息 就是說 兩個 呃 兩個取到最小值的點 最小距離的點 我又不寫了 太多字了 兩個取到最小距離的點呢 一定會有一個 位在其中一個長方形它的頂點上 那這樣子的話呢 要寫程式就變得非常簡單了 為什麼 因為呢 兩個長方形總共有幾個頂點 總共就八個頂點 那我們要取最短距離呢 我們要怎麼取 我們就 比如說我就固定 先固定其中一個 唉呦 這畫得不好 我就先固定其中一個長方形 然後呢 另外一個長方形就在這 我就對於第一個長方形 我取它的一個頂點 然後我計算這個頂點到 這四條邊的距離 這四條線段的距離 這樣會有四個數字嘛 然後呢 我再計算 第二個頂點 它到這四條邊的距離 又有四個數字 那這樣總共會有四個頂點 所以四個數字 乘以四 那這是當 這個取到最小距離的點的 那個點在R1的頂點上的時候 那同樣道理 它也有可能在R2上面 那這時候呢 我就反過來 我把這個 R2的其中一個頂點固定 然後我計算這個點呢 它到R1四條線段的距離 它又有四乘四個數 然後呢 對於這三十二個 對於這三十二個距離 我取它的最小值 這樣子的話呢 我就可以得到說 兩個長方形之間的這個最短距離 這樣子 道理 好 那 詳細的話呢 詳細 程式上面 如何寫的話呢 我在下一支影片來講解 那今天的話就先講解這個數學方面 如何 就是以 精確的方式 計算出兩個長方形 之間呢 兩點的最短距離 我們就先證明它一定是存在於這個邊界上 然後呢 再證明說 其中一個點呢 一定會存在於其中一個長方形的這個頂點上 這樣我們就可以把這個計算量縮到非常小 這邊是三十二 當然還有 可能還有更好的這個 減少計算量的方法 只是我沒想到 如果有人想到的話 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好 那第一支影片就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